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上美国两党议员是高度一致 并且对他进行了轮番的叫炮轰 所以让他也很难受 那么你们如何评价美国国会议员的这种态度呢 这个周寿之他是新加坡的华裔 那么他从小接受的教育 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但是呢由于新加坡这些年被中国 尤其是中共的这种势力渗透的非常厉害 所以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作为一个商人 他又是80后 他是1983年出生的 今年刚好40岁 那么他这个作为40岁的年轻商人 一心想着挣钱 所以跟中共有很多的合作 这个合作呢当这个国会议员向他提出质疑的时候 他还试图啊就是瞒天过海 想这个有侥幸的心理 想把他就是蒙混过去 实际上人家国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 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取证 所以哪有那么容易就能够轻松的蒙混过关呢 据说这个周寿之在上国会接受这个质询之前呢 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演练 让各方面的人来排练来向他提问 最后他都能够对答如流 他自认为信心满满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但是到了这边以后 他发现他那一套施展不开了 因为美国国会议员知道他这套把戏 一问他他就是那种经常脱俏的 这种躲避的办法 一种撒谎的这些言论 所以议员们都非常的生气 所以后来的确我们从场面上来看 有点咄咄逼人 不让他把自己的谎话能够继续说下去 经常打断他说话 对吧 但是其实不光是对他这样 很多人不了解美国国会的质询方式 就连美国总统美国的白宫内阁的一些高级官员 过去都受到过这样的质询 美国的这种国会 他就是一种代表民意的 对当权者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挑战 所以不光是对所谓华裔 或者对来自中国的势力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包括西方的一些国家 包括美国自己的一些高级官员 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问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习惯 再一个我们看到 有些问题 周寿芝一开始是否认 但后来否认不过去了 只好承认 比如说问到他 有没有在中国的 这个叫什么 在中国的叫抖音 在中国的什么字节跳动 在这些里边 公司里边担任主要的股东 有没有股份 他一开始呢 就是严左右 而其他 就是根本就不愿意回答正面的问题 到后来逼问他以后 他不得不承认他是有股份 所以这样的话 给人家议员留下的一个印象 就是这个人不诚实 避重就轻 不愿意回答那些最直接的 最隐秘的问题 因为人家既然问你 肯定是掌握充分的证据 取了证以后才来这样问你的 你以为人家没做功课吗 所以后来也显得比较狼狈 而且整个的这种质疑的过程 长达据说六个小时 你想一般人 假如说没有很好的心理素质 一两个小时都受不了 何况长达六个小时 所以呢这个周寿之 可能事后也是内心 我觉得也是挺受煎熬的 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说真话比较容易 如果说假话 你说一个谎 要用十个谎 要编造十个谎言 恐怕都不止来圆你的谎 所以呢 撒谎者实际上在追问 被人逼问的时候 是最难受的 心理所受的煎熬 有的人会说 一个人过去年轻的时候 长得还比较相貌端正 为什么到中老年之后 就变得非常难看的 面目猙獰 有很多就是由于邪恶 就是你做了一些坏事 做了一些坏事 你内心是矛盾的 当人家问你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又不敢说真话 说你干那么多的坏事 你只好编谎 那编的越来越多 扭曲 就是从这个灵魂 心理各方面都扭曲 所以相貌也备受煎熬 所以呢 人会来 有一些人干了一辈子 干了很多的坏事 会长得非常难看 就是因为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想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现在 这个周寿之现在 年龄40岁 所以呢 他现在 这个假如相貌 以后再发生变化 那不是他父母的 遗传基因造成的 而是他自己 个人的选择行为 那么他个人选择行为 可能会对他的心理 产生煎熬 也对他的相貌 会发生负面的影响 那就是关于这个TikTok 确实比较 就从舆论上来说了 也还是比较纠结 一个呢 他毕竟是一个社交媒体 并且深受啊 这个青年人的喜爱 他这个很短 比如几秒钟啊 十几秒最多一分钟 所以这样一来呢 这个他的受众很大 就在美国啊 大概有1.5亿 如果你跟他近了 这个年轻人可能就不高兴 但是你说 TikTok跟中共有没有关系 我想只要是个中国人 肯定都毫不犹豫说 那肯定是受中共的操控 就像微信啊 这个一样 中共要说要周首之提供 某个人的隐私和数据 那他肯定是提供 否则他还违反法律 中国的反间谍法呀 国家安全法呀 他肯定也就 也会出大的麻烦 说不定也被消失了 您到底如何看待TikTok呢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以反美为荣的一些小粉红 中国官方的水军 他们经常说这样的事 就是说 美国不是号称这个言论自由吗 各方面都自由 那么为什么 在有一些中国生产的 这些产品面前 就显得要那么限制 要做出种种限制呢 其实美国没有限制 美国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边 都是任期发展 所以呢 这些东西 字节跳动啊 什么TikTok 还有什么中国的微信 在美国才有这么大面积的 普及和使用 但是后来 越来越多的人举报 说这些产品平台 如果你没有政治上的 一些关注 你会觉得好像挺好的 挺好玩的 挺好用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人发现 他对言论是有严格的审查 他是由中共来控制 他的言论的内容 比如说你在TikTok上面 或者是你在中国的微信方面 你如果讲六四屠杀 你讲三年大击井 凡是中共不愿意听到的那些内容 他不但有审查 而且他动不动就给你封号 所以微信很多用户都反映 说他们封号的理由 上面给出来的说 恶意传播谣言 实际上有很多人 他感到很莫名其妙 什么叫恶意传播谣言 我看到一个 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就转了一下 这怎么叫恶意传播谣言呢 是吧 而且有很多东西的本身就不是谣言 它就是事实 所以中国的这种审查 原来是在中国国内实施的 而现在他把这个延伸到了美国 延伸到了西方世界 进行内容的审查 所以美国这个方面当然是不能接受 如果要是来自任何一个西方的国家 搞了这些平台 他们本身不会做言论的审查和控制 那美国根本不会禁止的 美国是世界上最欢迎外国投资者 各种各样的产品创新都是受欢迎的 为什么单单要封杀中国的产品呢 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这种渗透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 所以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委屈 那些小粉红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如果真正了解中国和美国这几十年发展的情况 都会认为美国动手太晚了 美国的限制是已经到了不能够再容忍的情况下才出台的 包括FBI现在抓了一些中国的间谍 也不是说过去没有 是一直一忍再忍 明明都掌握了很充分的资料 美国都一直没有动手抓人而已 所以为什么中共这些年渗透越来越猖獗 越来越嚣张 就是因为美国一直没有支持 没有动手 就连郭文贵这样的锅片也是这样的 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非要等个两年三年以后才抓 所以我就讲这个东西 就是真的要是了解 就不会这样说了 然后我们看到 德州最近刚刚出台新的规定 德州要不但禁止这些 中国出的这些影响或者是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些软件 而且德州对中国留学生入读德州的公立大学 或者申请州内学费都已经做出了禁止的限定 以后不允许中国留学生申请 这个德州的公立大学和获得比较优惠的州内学费 这就是有区别的对待 你要叫歧视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会撒进这样的歧视 就是由于过去这么多年来 许多中国留学生得了很多的好处 还要回去骂美国 有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就骂美国 然后呢 偷窃美国的高端技术 把很多东西都偷窃回去 所以这样的话 让美国人越来越多的 本来是人家是敞开胸怀来欢迎你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 就是产生了警惕和排斥 所以这种结果呢 最终是自欺欺人 自食欺果 应该就按照中共最喜欢用的一句话 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中共不停的觉得 好像美国这边 我们渗透了这么多年 好像他们没有发现 或者他们发现了 也不把我们赶出去 那真是可乘之机啊 所以美国 中国的一些人嚣张到什么程度 在美国建立共产党的支部 在美国发展共产党员 大家都知道美国从立国之本上面 从这个宪法方面 很多方面来讲的话 尤其是二战以后 美国接受的教训 是禁止共产主义 在美国这个发展和传播 当然有的时候 偶尔的一些言论 也是能够容忍 但是总体上来讲 它是反共产主义的国家 所以你如果申请美国签证 申请美国立卡 还有这个加入美国公民的时候 都有一些问题是 关于你是否加入过 任何恐怖组织和共产党 他是把共产党跟恐怖组织 相提并论的 很多人都说了谎话 都明明是共产党员说自己不是 然后就是说没有 但是现在在美国很多所大学里边 上次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 就是在伊利诺州的一些大学里边 可以看到公开的党支部开会 在大学的一间教室里边开会 然后发展宣誓共产党员宣誓 就是在美国的本土上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来搞这些活动 这些活动呢 如果是在50年代初 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 这些人都应该坐牢的 现在就已经到嚣张的这种程度 而且发展入党了以后 这些照片视频还在网络上广泛的传播 就完全不把美国当作一个 对共产主义有敌视的国家 所以你这不是明明知道 那个美国传统上保守主义 美国的这个政治倾向是反共的吗 反共产主义的 怎么你还这么嚣张 在人家的这个国土上 大摇大摆的 明目张胆的 进行共产党的扩张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自找的 活该 sheets 这些而已 还好吧 那то这些也得好 可能 吗 看前面